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在遥远的古代时期 战场上总是刀光四起的 既有堂堂正正的进攻 也有尔虞我差的谋划 宋代军事思想家苏寻认为 攻守之道,各自有图 一约正,二约旗,三约伏 理想状态下自然是出旗与伏击 制胜对手最佳 但并非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对方真的一直缩在城中拒不出战 许多谋略都无法实现 此时只能选择正面硬钢 两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在野战中冲杀 尚且伤亡惨重 那攻城战可谓是一场终极矛盾对决 古代战争中的绞肉机 只是在火炮还没出现的时代 古代军队又是如何攻克坚固的城池的呢 难道攻城真的只是一股进攀登城墙 在无脑厮杀 今天,蒋瑞森带你走进那些 古人攻城掠地的惊人故事 前中书小说中写道 城里的人想逃出去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婚姻尚且如此 对于在城内外将军的心情也是这样 进攻城池前 城外的将军会做的第一件的事情 也就是围城 否则不加限制地让外面一直送粮送兵 城池永远破不了 围城分很多种 将城墙四周全部驻扎军马 防止城内的敌人出来 城外的敌人进入 这或许是许多人眼中的围城 而实际上 除正常的军马围城外 也需要将城墙外围 挖出一圈壕沟 而且要在壕沟两侧 放上巨马 钩刺 防止城内人翻阅 甚至更狠的 就干脆在围城的壕沟之外 再修一堵墙 将整个城市围死一圈 当然 此方法也有很大缺陷 若将敌城四面围困 也容易使敌军困兽游斗 决意死战 所以古代军事家通常会围城必切 大意就是围城时只围三面 这样可以保留守军的侥幸性力 使城中军心散乱 如三国时期 曹操击败河北元氏 为元少之侄子于虎关 此城坚固良多 要功则士足疲伤 要手则牵延日久 曹人向曹操提议 围城必缺战法 正是这种简单的改变 引起了城中的心理变化 不久之后 首将就开门投降了 可谓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的典范 当然 如果因此引来了援军 围城方也用围点打员应对 如李世民围困洛阳时 曾歼灭了增援的斗剑德军 不过 围城必缺战术 并非每次都能凑效 若是遇见缩头乌龟 军队还是得考虑攻城 但这并不意味可以硬上 城墙上的弓箭手 床子弩会成为冲锋士兵的噩梦 而高耸城墙上的云石 横幕 滚油 也让攻城变得棘手 所以寻找合适的主攻进攻时机 很重要 守城方也不会将兵力平均分配 双方都在进行着选择与拉锯 城池的任何一点被突破 都可能导致权限的崩溃 看清局势非常重要 攻城方为了了解城内的兵力布置 守城器械等情况 通常会在城外构筑起高台 而守城方也并非是单纯的归缩在城内 而是会依托地形 围绕城池打造立体化的防御体系 如在周边山岭上设置营寨堡垒 在护城河周边设置箭塔等 攻城一方需要现在耐心将这些城池之外的防御据点 逐一拔掉 拔掉外围据点之后 攻城部队便可进一步地压缩守城方的空间 而士兵躲在盾牌后面 推着田豪车不断推进 逼进后先将护城河填平 为后续进攻扫清障碍 除此以外 攻城方还可以通过挖地道进攻 与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 挖地道也并不总打算从地下钻进城里 有时也为损伤地基使城墙塌陷 当然守军也可能沿着城墙设置水缸来探查地下是否有挖土的声音 如果发现后可能会通过烟熏坑道进行反制 如果这样都没有潜入城中或使城池塌陷 那攻方只能另行出路 选择守军薄弱点试探进攻 这需要各部间的紧密配合 首先 士兵在向城墙发起冲锋时会使用盾牌掩护 降低对方的远程杀伤 当然如果对方拥有投石车或者床弩这样的重型武器 那就需要弓箭手对城墙上的守军进行压制 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掩护冲锋的士兵 当这些士兵冲到城下后 则有两种方式进攻 一种使用冲车冲击城门 另一种则是利用云梯攀登城墙 在实现这一目标前 往往需要样弓与主弓结合 先四面扰之 再弓其一面 出其不意的集中兵力单点爆破 一旦某处被突破 后续的进攻士兵就能源源不断地从缺口处涌入 迅速占领城楼 而如果从首方从城上各个方向持援 那攻方的其他部队也可以趁机展开多点进攻 彻底瓦解守军 正面的攻城虽然很去看点 但并非是每回都能成功 也有韧劲十足的硬骨头 比如宋元战争中 由于丁亥之变和新卯之变后 蜀口首将退至八蜀腹地 三关五州遭到蹂躏 端平二三年 盟军轻易突破蜀口 攻略四川内地 十五十四州巨线破 鲁奎州一路 即鲁果和树州仅存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建立山城体系抵御盟军的进攻 已成为了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 识人认为 钓鱼山是蜀中关爱 地势优越远胜过十万军队 实际上 十万这个说法还是太谦虚了 钓鱼城在加西四年守住 在宋盟战争史上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期虽有其他著名山城 如抗盟二十余年的紫云城 抗盟三十四年的神壁城等 但都不如钓鱼城 抵御盟军三十九年来的长久 这是由于钓鱼城位于 嘉陵江、渠江和福江的交汇处 三面环水 一面峭壁高耸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而在城池内部有大量粮田和绵延不绝的丰富水源 又是钓鱼城具备长期坚守的地理条件 钓鱼城在出驻时 于介将河州县民迁到钓鱼山上 此后 王坚调发十七万人最后一次完善城防 而绝大多数民众留下 与军队一起保卫钓鱼城 军民同心 朝廷派往四川者大多为国之栋梁 如于介在任八年 敌不禁边 王坚多次击退蒙古 击毙克汗蒙哥 首将张玉 刚决永逸 临危不惧 这也使钓鱼城始终在组织军民抗战到底 而南宋军民的头脑里 如文化与汉族才是正统 而蒙古族是一族入侵 这也是钓鱼城军民坚持反抗蒙的原因 钓鱼城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是蒙古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攻破的城池 蒙哥在城下的身亡 也使蒙古息争放缓 间接挽救了欧洲事件 欧洲人奔走相告 上帝之鞭折断了 钓鱼城被誉为东方卖家城 在奋勇抗争39年后 南宋灭亡大势已去 而且忽必烈答应 绝不伤害城中百姓 守城的32名将军 全部自吻 英勇信国 大意至此 令人逼三 而城中百姓因此 在蒙古人屠城城峰的时代 全身而退 或许还算是种安慰 钓鱼城屹立39年 实属罕见 而在多数攻城战中 进攻成功的案例 也是多如牛毛 怪招贫出 如公元1349年 蒙古人在围攻坚步可摧的卡法城时 竟将属役病死者的尸体 用投石机抛入城内 使卡法城的许多士兵和居民染上鼠疫 弃城西逃 将藏在木马肚子里混进城中 也是著名的攻城方法 公元前1193年 因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从希腊王宫中带走了斯巴达的王后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 海伦 这引发希腊联军对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 由于特洛伊城固之间难以攻克 英雄奥德修斯献上妙计 让希腊士兵全部登上战船 制造撤兵的假象 并故意在城前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 在特洛伊人高兴地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抬进城 并在当晚彻夜沉缅美酒歌舞时 藏在木马腹内的20名希腊士兵打开城门 里应外合 特洛伊就此沦陷 火宫也是著名的工程方式 在春秋时期 宿海抑制的齐国趁进军出力之际 被其中原联盟想要带进称霸 靳平公亲自领兵与各国盟军 一同与齐国决战 联军追击至齐国首都滋城下 在九宫不克之下 靳平公创造性地使用了火宫攻克了城池 在崇尚贵族式战争的春秋时代 可谓是种创举 既有火宫 水宫自然也少不了 燕影之战中 秦国民将白启率军伐楚 在客战处境的威王关头 白启趁楚王城池废池之机 一鼓作气呈孤军攻入楚国 并创新式地采用绝水工程的战术 攻克别都燕城 取得最后的胜利 总体而言 古代工程并非简单冲锋 而是种既拼兵力 又比既谋的脑力薄弈 无数经典案例 也值得人们一再品味 除此之外 瑞森注意到 似乎无论相隔多久 人们都能从南宋治世 拒守山城抵抗蒙古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 可见英雄并非某个王朝的产物 而是一直在人们心中 山城将士从挺身而出时就注定了 他们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温暖而耀眼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